魏英以为蓝湛接下来的动作,肯定是要将小指人捏作一团给扔掉,不曾想,他居然轻手轻脚地拿起小指人,拢在手里,小指人是由魏英的灵力控制,如今落到了心上人手里,一时心神荡漾,抱住了蓝湛食指,用头蹭了蹭,蓝湛居然也用大拇指轻轻摸了小指人两下,以做回应。 蓝湛居然摸自己头了,小指人第一反应是抬头去看蓝湛的表情,其他学子却发现先生已经好一会都没有念书了,抬头望去,蓝先生张着嘴,一点都不雅正地看蓝二公子,坐在前面几排地顺着蓝先生视线回头看,蓝二公子低头认真看书,没什么问题啊,他在看什么呢? 从小指人踏上蓝湛肩膀的第一刻起,蓝起人就看到了,正要训斥未应上课,不认真的时候,就见二侄子一脸柔和地抱下指人,还与之互动,多少年了,多少年都没有从望姬脸上看到别的表情了,自己虽然希望侄子是最好的,可也希望他开心,罢了,既然望姬有了好朋友,自己就训思一回。 大不了稍后自罚时变雅正,还是年轻了点,没有什么界限,课后还是要和旺姬提上一题,好朋友亲密一点没关系,但墨额不是朋友能碰的。 所以蓝湛摸自己头是什么意思? 整节课下来,未应是什么也没有听到,现在后面胡思乱想了,脑子里两个小人说着说着都快打起来了,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,要不课后找蓝湛问问。 还是算了吧,万一被带到了,说兔子还有那书的事,要多尴尬有多尴尬,算了算了,这几天还是不要跟蓝湛近距离接触比较好,等等,等想出了怎么追求蓝湛的方法之后,一定要做一些让蓝湛觉得美好,记忆深刻的是,将这些黑历史给抹掉。 下了课就要脚底抹油的卫英,听见蓝先生喊蓝湛,说有事要与他说,卫英拍拍胸口,还好还好,不用马上直面蓝湛,转念一想,蓝先生喊走了蓝湛。 那蓝湛住的静世现在不是没人,他之前好像就听蓝淮丧念叨过,静世里蓝湛是从来不让旁人进去的,这样的话,现在去拿回那本书,来个毁尸灭迹死不认账,不是刚刚好。 小跑到静世门口,卫英长须一口气,开始自我心理建设,他这不算是来偷,他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书,是拿,再说了,读书人的事情,能叫偷吗? 推开静世的门,里面果然没人,养只傻兔子还在榻上,那本被啃得有些惨不忍睹的书也在榻桌上,傻兔子看到卫英,还蹦跋过来秀了秀,卫英一心,速战速决,一点也没有露兔子的心情。 拿着书随手往腰带上一插,就往门外走,刚走到门边,门打开了,卫英吓得往后一纵,书掉到地上,又打开了,日光下两条白花花的人影纠缠在一起,开门的是兰湛,他边上站着兰起人,整个静世安静到卫英咽口水的声音清晰可闻。 兰起人看看卫英又看看兰湛,再看看地上的书,他忽然懂了。 难怪上课的时候,卫英会巴拉旺基的墨额,他原本是想在兰世跟旺基说这些的。 结果兰世一直有人,便提议来静世说,当时旺基的脸色,好像还有些推脱不愿,原来,静世里藏着这么大的惊喜呢。 总觉得兰先生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,躲,无处可藏,跑,门被他们书指两堵得死死的。 不是说有事要说吗?看着他们去的兰世后远,自己才来静世的,怎么这么快他俩就谈完跑静世来了? 卫英觉得自己有点方,努力定定神,那什么你们听我狡辩,不是,你们听我解释。 蓝启人扫了卫英和蓝湛一圈,才冷到,把书捡起来之后,随我来。 捡了书之后,还要跟他走。 去哪里?蓝家这般多的家规,总不能看了这书,也要去跪祠堂吧。 自己这皮糙肉厚的,跪也就跪了,蓝湛那细皮嫩肉的,可怎么瘦的了? 蓝先生,是我的错,你不要怪蓝湛。 蓝启人脸色铁青,又扫了卫英一眼眉吭声。 蓝湛附身捡起地上的书,低声跟卫英说道,走吧。 卫英无奈,只能跟上蓝氏书直的脚步,想了想还是不放心。 瞄了一眼前面的蓝启人,压低声音跟蓝湛说,蓝湛,这书本来就是我带来的。 你知道的,要是你叔父因为这个罚你,你就说是我弄的,你不知情,没关系的。 蓝湛捏着手中的图侧,只顾走路,没有回卫英的话,也不知听清了没有。 卫英又不敢太大声,怕惊动了前面不远处的蓝启人。 卫英的着急一点也没有传给蓝湛,叔父带他和卫英走的这路,他无比熟悉。 再过几座院子,拐几个弯,就到了父亲闭关的地方。 卫英看蓝启人敲门,抬头看看上面的匾额,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,青、山、小、柱。 蓝湛,这又是哪里?蓝先生总不会想动私刑吧? 你放心,我一定会护着你,也会跟蓝先生说明白的,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 一路上沉默无语的蓝湛,看着信誓旦旦的卫英,忽然问了一句,你为什么不会让我出事? 当然因为你是我心上人啊。 蓝湛,你放心,今日就算是龙堂虎穴,我也会让你全身而退的。 蓝湛,我知道,在这生死之际,跟你表白,有些不太妥当,可是没办法,你放心, 我不是逼你要跟我在一起,或者怎么样,我只是怕今日刑罚过后,我再也没机会跟你说了。 卫英的真情,且大声表白惊飞了树上的鸟,惊呆了敲门的蓝先生,举着的手都忘记放下来,也惊呆了开门的青横军。 蓝湛,没有看那边已经呆住的叔父和父亲,依旧看着卫英,嘀嘀地回了一句,好。 啊?什么好?激情告白的卫英还在亢奋中,没反应过来,今日便是龙堂虎穴,我也与你同生共死。 蓝湛盯着卫英的眼睛,说得很认真,你们在浑说什么?你父亲的居室怎么就成龙堂虎穴了? 你将你父亲当成了什么?又将我当成了什么?如此感人的告白场景,生生让蓝起人打断。 什么?要见蓝湛他爹?不是要跪祠堂,或者动私行?那刚刚的告白,卫英觉得他的脖子,像不太灵活的机关,有些卡顿地转向那个什么青山小柱的门口。 果然门外站着的是蓝先生,里面那位虽然没见过,可长得也是俊朗拔萃,依稀还能看出点蓝湛的模样,所以里面这位是蓝湛,他爹,自己刚刚干嘛了? 现在就地蛙洞埋了自己,还来得及吗?现在人都站在这里了,蛙洞是来不及了,只能跟着蓝湛进了青山小柱,青衡军坐在上手,蓝先生坐在客座,卫英和蓝湛站着,青衡军招呼他们也坐下,都坐吧。 蓝先生一句问话,问得卫英不敢坐,蓝湛自然是陪着,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?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? 卫英有些跟不上蓝先生的节奏,蓝湛倒是很淡定,听学前半个月。 哦,原来是问自己和蓝湛变成兔子这时,蓝先生,他们这么厉害的。 自己和蓝湛都没有提兔子的事情,他们就知道了。 蓝湛人脸色倒是稍稍缓和了些,听学前半个月,那估计是叶烈时遇到认识的。 两人志同道合,也不是不行,又问道,那这些日子,卫英都是住在静识的? 自己住在静识? 卫英马上摇手,不是不是,我住在客院的,住客院的,我没住,静,是,吧。 青衡军兄弟两表情一言难尽,你住哪里你都不知道。 还吧,蓝湛人再次板正了脸,你昨夜宿在哪里? 客,客院,还,还是静识啊。 卫英求救地看向蓝湛,他昨夜和前天都在静识,蓝湛帮卫英下了定论。 嗯,那我这两天就是在静识的。 卫英认同地点点头,蓝湛人和青衡军看着蓝湛和卫英,一时没有话往下接了, 现在的小孩这么会玩的,玩得自己住在哪都不知道。 这样子就会玩。 我感觉很难尽,你会玩得好。 好,我会玩得太多了。